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是一節突發事件 今天是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立法會 今天也有會議 不過 發生了一件很罕見的事情 因為大家 都已經是投靠了中共的走狗了 不過 走狗 其實也有分開 惡犬和比較善良的犬 大家也知道有不同的 也有大丹 也有洛威娜 也有紫娃娃 外面的屋子突然間有人響了 我們 要說一下立法會在完善了選舉制度之後 竟然出現了有議員被捉來場 真正的 建制狗爭狗 大家都是狗 不過 有些就是惡犬 有些就沒有那麼惡 誰呢 牽涉了兩個議員 實證元昌立法會議員 田北辰 一人黨 只有他一個人 可能還有一些流浪 今天 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面 被主席張宇仁下令逐出會議室 爭拗恥於田北辰質問這個 盧寵物 盧寵物現在的角色是 醫務衛生局局長 問他 你會不會放寬入境政策至0加7 盧寵物表示 當局已經優化了安排 不要問 未來 會繼續監察數據 田北辰不滿答案 插口罪問 被張宇仁 批評他是無禮貌 你那麼多年來 官員答問題的時候 你永遠在插嘴 就說你是一個慣犯 之後兩人就吵架了 什麼慣犯 我有 盡了議員的責任我問 有什麼問題 好像你那樣的20元章 你是全家屬 支持你 全家屬沒說到的 之後兩人直接 撥火 張宇仁多次下令 關了田北辰的麥克風 給我封他的嘴 張宇仁最終就趕了他離場 田北辰 當時還不肯走 繼續隔空反駁 最後 張宇仁宣佈休會五分鐘 復會之後的田北辰已經離開了會議室 沒有在座位上 田北辰向記者表示 老寵物其實有資料打算回應 現在主席 說時間到了 就不讓他回應 所以才提出抗議 強調 所有發言都符合《基本法》對議員監察政府的要求 質疑20元章做法不合理 以前議會不是這樣的 現在世界變了 你現在才知道嗎 議會是由你們一手破壞的 當然你破壞的成份比較少 你也是 建制的走狗 不過 想不到張宇仁這隻惡犬 以往 跟著他們 田家搵成 自由黨的其中一隻 旗子 現在 自己來了 看不起你們姓田的 大少被他鬥走了 他就 撕了他的柴 令到他 連榮譽主席 現在也沒有了 搞到 幾個自由黨的榮譽主席 都要退黨 變成了整個自由黨 已經是徹底的玩完了 張宇仁 這個20元章以往就靠著商界眉來眼去 靠著一些大佬的提攜 變成他可以 在一群 飲食界那裏找到吃 現在他覺得 不用理你了 我直接投貢了 我直接投貢了 你們這些人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當然對田家當然是不用客氣了 你 田義少 你一直都被大少被剪押了 大少也不是我對手 你憑甚麼呀 這些 其實真的可以看得出 甚麼是 小人得志 語無倫次 詳細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建制狗吼狗 這次是立法會第一滴血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緊急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 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我們看到 香港的立法會 是甚麼的立法會 言言全全是一個由中共 全權控制的會 我們 說回這個小小內容 會議上面 田北辰開口追問 盧寵某 即時被張宇人打斷了 張宇人說你先等局長回答吧 你跟我說話 不要直接跟局長說 你先等他回答吧 田北辰就不得了 主席 你要不要這樣做狗做到那麼出位 當然他沒有說到做狗了 張宇人立即反擊 批評田北辰 你是無禮的 你是無禮的生口 如果我是Dr.Nector 我就煮了你來吃 把你的空扇拿來煎 田北辰議員就說 我已經跟你做同事做了很久 你是時時都插口呀 田北辰 現在局長 任何官員答問的時候 我希望你給點禮貌好不好 等人家先回答 你不要再插嘴了 田北辰就不今時約 他說 你插嘴 我就不覺得你好有禮貌 你插我嘴 我插人 你說我沒有禮貌 你插我 你就很有禮貌 田北辰要求張宇人補回一分鐘時間發言 你燒了我的時間嘛 主席 但張宇人就不肯了 我不會給你時間 我不會給你時間 即時就叫人關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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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警告 如果他繼續說話 就會趕他走 結果田北辰繼續說話 繼續抗議 張宇人就叫秘書處請他走 有沒有找幾個標形大汗押他出去呢 就不知道了 張宇人批評 他說 你從來都是這樣的 那麼多年以來 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看你不相信 你以為你現在還是 大少爺 二少爺 你沒有了 你沒有大少爺 二少爺 哥哥也不夠我鬥 搞成這樣 其實也是跟大家說一些歷史 以往這些事務委員會 就不可以主席 無權趕人出去 結果 當年因為五區公投 回到12年前的事 當時的五區公投 有五個議員辭職 包括黃毓民 還有長毛 陳偉業 還有陳淑莊 還有梁家傑 搞五區公投 就有五個議員辭職 當時的建制派 莫權策掌 你辭職 我搶你的位置 單對單 我有機會搏到 但是 中共一聲零下 不准投票 結果 所有鬼出來攻擊這個五區公投 包括 包括中共 潛藏了很久的中共的地下黨 司徒華 都出來叫人不要投票 其實跟情況 跟我們的香港議會一樣 很多鬼出來攻擊 說你這個不是民主啊 沒有代表性啊 我們是不會投票啊 投票你也說不投 那麼你想做甚麼呢 你有本事打回香港嗎 你在香港的你敢上街抗議嗎 你連去悼念也會被人拘捕的情況 你在香港可以做些甚麼呢 有人搞一下 我也希望有人搞 現在問題沒有人搞 我們看到最近也有很多鬼出來說 這個是陷阱啊 是有問題啊 是一個騙局啊 騙你甚麼呢 騙你把選票 還是騙你老母去做雞呢 可能是騙你的女兒去做雞 老母就做不到雞 令到 我覺得很奇怪的 現在有些人 自己不做 甚麼都不想做 但是看到人們做就出來批評 不如你做吧 不如你試試帶領啊 基本上 現在香港一盤散沙 我們說回 現在這個 議事規則 當時五區公投就是這樣 被建制和暗藏的中共特務 搞破壞 當然五區公投全部都贏了 但是 由於五區公投的情況下 這個立法會議員裏面 沒有了人在 其中資訊科技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就是黃毓民 當時 建制派動議就是說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可以趕人出去 本身 其實民主派當然是 照計是沒有理由支持的 誰知道 當時的李卓人支持 跟著的其他的 這個泛民也支持 令到事務委員會可以趕人出去 這些歷史一定要記得的 這些沒有騙他的 全部都有議事記錄 全部都有投票記錄 當時就是有一班泛民支持 所以 令到現在事務委員會也可以趕人出去 當然啦 現在中共已經完全控制了立法會 他喜歡怎樣都可以 不過 這個禍根 其實早在12年前 已經重落了 我們看到現在立法會全面的赤化 根本上已經沒有任何監察政府 即使好像田北辰也是建制派 他想問清楚政府 他想為商界 做回一些事 因為他也是商界 也是做生意 一知二千的老闆 他希望 可不可以 政府解釋一下 那個防疫政策可不可以鬆綁 可不可以令到我們商界吐一口氣 不行 不准問 現在的政府 要你吃屎就吃屎 要你交一條命出來 你也要交 當然張宇人靠商界上位 現在不用再看你商界的面色了 因為我直接去舔共啊 我不用再看你商家人了 我不用再看你商家人的面色了 知道嗎 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會看到 一個獨裁 的政府 不只是人民受害的 現在的商家 你們也沒有任何性的 你們沒有話語權的 以前 你們做生意的人有話語權 你們可以控制到香港政府 現在 是中共直接控制 而中共下面的爪牙 例如20元 他也不用再看你們的面色 因為 你們沒有聲音出的了 下次你不要再吵 下次再吵 張宇人就會自動請英做積極分子 帶隊去查封你們家產 甚至如紅衛兵那樣 抄你家 這些不是危言聳聽的 將來 我覺得就是由這班人 這班走狗 以前靠你們商界發達的走狗 靠你們商界上位的走狗 去親自查封你們的資產 充公你們的所有東西 可能 他就負責拿一個掃把 叫你們新紅機 叫你們新世界 叫你們在門口 在你們自己坐大樓門前 掃街就是由他可能帶隊的 不要以為這些是開玩笑的 看到現在香港輪落到這樣 連建制派裏面的小小的聲音都不容許反對 大家已經知道香港是甚麼環境 當然啦 也有大量的五毛走狗 全都出現 大家明白的了 看得到的了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